Hello大家早上好 今天起来 我就给自己磅一下体重 哇 好厉害啊 掉了四磅 我昨天 我那个就是我晚上有泡脚 然后呢 我今天会分享一个年后快速 恢复体重的餐 朋友们快点起来吃早餐了 这是我自己给自己拔的火罐 拔火罐也是排毒的 然后呢 我喝这个是排毒水啊 卤柜水 补水素 浇淡白果汁粉 现在来准备两个鸡蛋 两个鸡蛋哈 哇这个鸡蛋怎么好像水一样 好像是假的鸡蛋一样 然后呢 奶昔两勺 这个奶昔 正经奶昔两勺 如果大豆腐里蛋白的奶昔 就两勺奶昔配一勺蛋白粉 最基本的哈 然后呢 放在碗里 然后呢 放在碗里 来调这个奶昔的 把它压一下 和一点叉烧酱 然后呢 放这个鸡肉午餐肉 在中间 压一下就好的 汉堡包 剪止汤 搞定了 搞定了 你看 好美味啊 汉堡包包 宝贝们 这个三分钟的懒人 剪止餐做好了 汉堡包可以吃了 嗯 很好吃 超值好味 再来一勺咖啡 需要 消水肿 提升代谢 特别快 特别快啊 搅拌均匀 这样子就可以喝了 特别哇塞 这个剪止汤就这么简单 中午呢 你们就准备 中午是什么呢 中午你就准备番茄一个 清蒸菇150克 然后呢你再买点碎鸡肉 鱼肉也行 然后呢你可以放 这个 我们的汉堡来这个鸡汤 把它调拌均匀 就不用放粘了 味道很好的 做成一个丸子 一个一个一个的丸子 就水开了放进去 就可以吃了 就这么简单 你明天早上起来 快好开心的 有缘问我 主播啊 那我瘦了怎么吃饭呢 哎呀 宝贝们 剪下去再说吧 美食永远都在 可青春只有衣葵呀 加油啊宝贝们 一起干啊哈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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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